有份迅工不理有没有疫情 长年都未必需要上班 而老板居然容忍甚至乐见 我只是说在住药店的药剂师 药房只需要挂他们将证出来 就有员工代执药甚至开了处方 我们驻广州的记者实地看过 违规的还包括上市的连锁药房 位于广州的这间药房是连锁店 全国有近四千多间分店 一走进门口就可以见到药剂师不在位的通知 我们扮认没有带处方 去买属于处方药的抗生素罗洪梅素 职员要我们出示身份证 但不用医生处方 又可即时开过一张新的处方 你处方一般要当人 就算你不是当人的话 在哪里都没用 那你现在帮我开一张 他全程都没有问过我们究竟有什么病 就直接在手机上开药给我们 我们之后再试过第二间药房 药剂师同样不在位 又职员自己开厨房 根据国家规定 药房一定要有药剂师在位 同见到客人出示的处方 才可以买处方药 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就已经可以买到这两盒药 那究竟住药房的药剂师去了哪呢 我们找到个注册药剂师叫杨江湖 打过去药房找他 我想问一下杨江湖要是在吗 他现在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要问过才知道 他明天不上班吗 我们不是固定要过来这边上班 有业内人士说 这些药房很多都没有药剂师 挂出来的证件 只是网上租回来 找药剂师将个名注册在店铺里 实际上没有提供服务 我们找到一个叫租证网的网站 上面有齐緝业药剂师 医生 甚至是工程师 建筑师等等证件的租用服务 只是药剂师 出租资料就有200多页 有人更加写明 证件只是出租来挂名 不会上班 一万块一年的都是挂省翻的 那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 我这边我就收500块的介绍费 你直接跟我签合同 要是我这边来打理 挂证整个广东省八成的药店都在挂证 过往也曾经有类似网站被央视揭发之后被取缔 当局说所有参与这类租性服务的人都属于违法 是